所以我們可以想如果我們從源頭打擊的角度看 你直接從這邊往西邊去炸 可能解放軍的船團啊 他的裝備武器彈藥集結點啊 或者是他的機場 從這邊穿過去的成功的機率比較低 但是你如果往北邊繞 從後面過去或從往南繞過去 機率會不會直接過去來的高 會嗎 離開他的防空系統的範圍 所以我們看這支演習 他在這邊畫了一塊在這邊畫了一塊 那這兩塊區域都會有共軍的驅逐艦護衛艦 或者是他其他大型的船艦在這個地方 那這些船艦都具備防空的能力 他到那邊就等於在這邊又張了一個防空網 所以他把我們 就類似像這樣子 對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他會在這邊擋住 所以我們看演習是不是也是 他會有船放在這邊 那會讓我們的僅存的飛機 要嘗試去做源頭打擊的時候繞不過去 對那這個 這是我們當我們看到他畫的那幾塊區域 其實我們必須要理解那幾塊區域實際上有什麼樣的作用 那你的海軍船艦或者你的潛艇有沒有辦法去處理 在那幾個區域裡面的船隻 所以演習嘛 他就是一個讓雙方彼此都清楚的知道說 我的能力到什麼地方 你的能力到什麼地方 就是大家先互相了解一下 增進彼此的交流 知己知彼 對 然後演習的第一天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所有的主要的防空節點 都會在他的火箭軍跟遠程 遠程火箭 陸軍的遠程火箭跟火箭軍的打擊範圍 所以他很清楚他在這邊畫一塊區域就告訴你 東邊的這邊 是他的目標 那這個其實就回答了我們一個 一個以往在台灣的 戰力保存的想定 就是當情況一危機的時候 我們的飛機 西部的機場很容易受到攻擊 這個攻擊是從遠火打過來嘛 就是我們一開始 有讓大家看 雖然他的遠火的落地是在這邊 但他很容易延伸 所以我們西部的機場很容易落在 那遠程火箭攻擊的範圍 但你為了避免機場沒辦法使用 那戰機就是沒辦法起飛 所以 我們一開始就會 當我們受到警報的時候 就會下令 你部分的飛機會轉移到東部去 那遠火不太容易去打到東部 所以他用東風15來回答你 那這些東部的 包含家山建安這些 有地下洞窟的 有比較高防禦能力的機庫堡的基地 都在我的打擊範圍之內 那我們如果去推算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就是 當他第一集開始的時候 我們飛機開始疏散 當我們飛機飛到這邊要落地的時候 發現跑道沒了 要炸了 對 那他的東風15B 其實就告訴我們 他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東風15B的這個演習 其實是要炸東部的跑道 對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他會針對東部的這些主要的 那我們的空軍的戰力保存 計畫就失敗 那我們就必須要找Plan B 那所以我們也許會有 比如說高速公路的 或者是其他疏散的方式 那有些東西我不能講 但你還是得要準備 但我們可以很明確的知道說 原本如果要把戰力轉移到東部去的 很多想法 其實必須要有額外的考慮 那你當然也可以說 好那我為了避免他炸跑道 所以我必須要把某些 可能可以攔截短程彈道導彈的 防空武器系統 原本沒有在這邊的 或是原本比較脆弱 那我要加強 就東部也不防空系統 東部本來就有防空系統 但是可能 預設的攔截的目標 可能不是這麼刁鑽 這麼討厭的目標 那你可能必須要 調更多的武器系統過來 甚至要採購更新的 能夠針對這樣子 短程彈道導彈的 襲擊的 或者超高音速襲擊的 防空飛彈系統 那這個也是我們的回答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看這個演習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只是看到說 好像解放軍來了 藥武揚威這樣 沒有 其實我們必須要從這裡面去 lesson and learn 就學到一些 我們是不是真的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那我們必須要調整 因為對方答題 那我們也是要針對對方的部分 我們自己要去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式 那這個是針對這個部分 那到最後其實區域距止就是 因為美軍他一定是從這個方向來 從這個方向來 所以他設這兩個區域 也可以把 干涉來 可能會來干涉的 美軍或日軍擋在這個區域之外 讓他 辟建一個安全通道的過程 可以比較容易執行